歡迎收看非反贏家節目 我是顧得頭顧李建民分析師 在今天以前的話呢 或許你會覺得好像這個中小型的GEO股的話呢 沒有表現的空間 那個是因為上個禮拜的話呢 都是看台積電廣達 或者說這個聯發科啊 這些大型的重量型的全值股的表現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那應該呢我們把資金轉向什麼 大型的龍頭全值股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啊 你把中小型的GEO股不見得是電子股 我要再次強調喔 黑貓白貓不管什麼貓 會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 電子股非電子股 不管它是什麼股 反正只要讓我的會員呢 賺短線跟波段獲利的話呢 我就會什麼 勇敢的買進 當然的話呢一定要什麼 基本面的支撐 李老師絕對不碰投機炒作的股票 第一季虧錢第二季繼續的虧錢 虧一屁股的股票 李老師啊我連看都懶得看 那當然的話呢 老師可是一些光通訊喔 這個矽光子概念股喔 好像很多的個股的話呢 上半年是虧錢的 那為什麼呢 漲得如此什麼 正正有理 我要告訴各位 股票市場化 漲時重視 跌時重視 我並不是不看好 矽光子的概念股 那當然的話呢 李老師的話呢 也有買進這個 隱藏版的矽光子概念股 今天搶索第二根是漲停板 而且呢天天改寫 歷史先康 天天樂翻天啊 我相信呢 你是李老師的忠實觀眾的話呢 我早在一個多月之前 9月9號的話呢 我當天買進啊 我就直接什麼 show time 沒有任何的遮遮掩掩 這個才是操作的實力 不是說股票漲泥板創新高啊 在節目中 大這個自吹自擂啊 就表示呢 這個操作的話呢 嚇嚇叫 你要知道第一個 他什麼時候買進了 第二個他是追在什麼 相對高檔還是買在起上點啊 我真的希望投資朋友的話呢 你要分辨得很清楚 那不要說這個人云亦云啊 好像啊 越多老師啊 都講同一檔股票的話呢 就是票房的保證啊 很有可能變成票房毒藥喔 我要提醒各位 股票市場人多量不要去啊 嚴禁於此啊 所以呢 你看他上個禮拜五話呢 是不是很多啊 不專業的分析啊 叫你要把手中的中小型股 趕快賣掉 跟著他什麼 買進這個大型的龍頭股 然後今天呢 馬上踢掉鐵板 今天的話呢 我們有兩檔股票強走掌頂板啊 真的非常恭喜啊 李老師的全國會員 因為你們相信李老師的專業嘛 上個禮拜五話呢 你會覺得好像只有什麼 只有台積電啊 只有廣達啊 才會什麼 才會有行情啊 其他的股票的話呢 都沒有表現的空間啊 今天打開報紙的話呢 哇又是台積電什麼 法說會哦 然後呢這個外資的話呢 極盡一切的什麼可能啊 調高台積電平等 調高目標價 那我請問各位 當台積電被打落水狗 當他被棄如必喜的呢 是誰提醒各位呢 你要特別留意台積電 那所以呢 我真的希望各位的話呢 你要這個明變是非啊 有時候真理是越變越明啊 不是我說了算 反正啊這個 股票的漲跌的話呢 會告訴各位答案 但是呢很多的股票 等他什麼 已經漲一大段的 等你開始認同的時候呢 往往有什麼 已經錯過決定要進場時機哦 我也再次的重申啊 李老師不是散彈打鳥 每天買不完股票的分益師哦 如果我買一頭阿虎的股票 我可以告訴各位哦 你會發覺我的測標的話呢 都是什麼 漲頂版創新高啊 但是呢對會員不公平哦 我們要把錢啊 做最有效的運用 那所以呢我的持股的話呢 任何等級會員的話呢 都不會超過五檔 我一再的告訴各位啊 那當然會呢 最高等級的尊榮會員的話呢 都只有三檔 你需要買這麼多股票嗎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能夠選對主流標的話 股票市場的錢賺都賺不完 好 上個禮拜五的話呢 美國四大指數同步大漲 那其中的話呢 道瓊指數跟納斯達克的話呢 那時候改選什麼歷史新高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老師不是說 好像 11月第一個有不確定的因素啊 有什麼 美國中的大選 第二個 FED的話呢 只會在11月的話呢 降息一馬 這我早就什麼 領先全市場告訴各位 當時你也不相信嘛 我說什麼 9月份的話呢 一口氣會降息兩馬 我是全市場啊 唯一啊 大概在早在這個 一兩個月前的話呢 我就領先預告 我說 會一次降兩馬 你當時也不相信 因為當時的話呢 你看到這個Fed Watch的話呢 好像啊 一面倒啊 都說只會降息一馬 結果呢 後來的話呢 我又 展映解鐵啊 告訴各位的話呢 今年的話呢 只會再降兩馬 11月降一馬 12月降一馬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李老師的預測喔 我不是用猜的喔 我說如果11月的話呢 還是降兩馬的話呢 請問各位啊 你會怎麼想 哇 那美國的經濟是真的衰退啊 那如果不降息呢 又好像什麼 又好像因為這個通貨的話呢 已經得到明顯的控制嘛 那為什麼呢 不繼續的降息呢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 中國大陸的話呢 什麼 哇 降準降息啊 擺明什麼 就是要撒錢嘛 大家的話呢 如果這個美元的話呢 不要什麼 跌跌不休的話呢 勢必呢 當然的話呢 他們第一個 他降息的速度不會太快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呢 要讓這個經濟的話呢 是什麼 持續的暢亡的話呢 他勢必 也只會什麼 降息一馬 一定會降息 你相信李老師啊 現在很多人說 哇 可能11月的話呢 因為美股都漲上去了 不會降息 你等著看 重點不是在於說 到底降息 會不會降息呢 還是降息幾馬 而是說 接下來你要如何正確選股 好 今天大盤的話呢 你看一下 開盤的話呢 並沒有大漲特漲 你看看這個分子走勢圖 只有小漲45點 收盤的話呢 漲73點 你會發覺 今天的話呢 好像震盪的幅度呢 沒有像之前這麼大 那個是因為什麼 台積電 你看看 今天台積電的話呢 最高來到1055塊 最低的話呢 1035 他的價差的只有什麼 只有20塊 所以大盤的空間的話 壓縮在什麼 壓縮在這個200點以內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再去買台積電 並不是說不會漲 而是 你如果把資金啊 去買進中小型的基歐股的話呢 你的獲利幅度是比較快哦 你說今天有沒有可能 現買現段漲停板 有可能哦 但是的話呢 今天有什麼 要達到跌停板股票哦 所以呢 你要什麼 你要懂得太弱換牆 好 今天呢 還是什麼上場 但是你特別要小心哦 今天的話呢 價量二度背離哦 我並不是說大盤的話呢 明天就開始往下跌啊 而是說 如果說量能呢 沒辦法有效放的話呢 第一個 對於大盤呢 持續往上攻的話呢 會什麼 會有阻礙 第二個的話呢 他也會影響 所謂的大型全子股的一個表現哦 好 那當然的話呢 今天這個台積電表現不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2382的廣達 廣達的話呢 也只有什麼 也只有小漲呢 1.5元哦 所以你不要說 好像這個 大型呢 這個龍頭股全子股的話呢 好像有表現空間 紅海的話呢 你看看上個禮拜 哦 終於什麼 佔上200塊啊 有人說什麼 哦 要挑戰什麼 歷史新高啦 結果今天是漲還是跌 今天是跌的哦 所以呢 你不要什麼 好像這個看到 很多人的一個看法一致的話呢 你就認為大盤啊 或者說呢 這個 個股的表現的話呢 會隨著什麼 哦 這個好像少數福隆多數 股票市場沒有這回事哦 好 請你看一下一個多月之前 我有沒有領先全市場 告訴各位呢 我在9月9號呢 當天買信啊 這個隱藏版的什麼 矽光子乾顏股 尾盤亮燈漲停板 當然收盤呢 沒有漲停板 沒有關係嘛 啊 因為呢 漲停之後的話呢 沒有繼續狂飆大漲的話 那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嘛 沒有漲停但是漲不停的話呢 是不是你獲利的空間會比較大 好 那麼你看9月9號的話呢 我已經恭賀呢 我們高等級會員的話呢 飯全啊 所以有抗訊才有真相 當天買信漲停 又創新高 赤股呢 務必保佬 好 等到呢 10月7號的話呢 你看一下 我們早盤買信呢 又是大漲哦 哇 老師你的股票都是殺尾盤啊 哦 好像啊 好像這個尾盤的話呢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表現啊 但是你要想哦 等到他開始狂飆大漲的時候 你想追 你絕對追不下手 股票市場呢 就是要買在起漲點 然後呢 很快的脫離呢 你的成本你才抱得住哦 你看10月8號呢 我們再加碼 尾盤差一點漲低 又創新高 所以你10月7號看我的節目 我料是 你再次買進飯全啦 好 我相信你 你開盤前呢 市價買進呢 你剛好 剛好要買在了 當天幾乎是最低價 因為當天最低176.5 好 兩根漲停板哦 今天呢 搶索第二支漲停 天天創歷史新高 天天樂翻天 你認為買大型全資股 比較有料嗎 比較有細看嗎 哦 你看看 有口訊有真相 今天10月14號 你會很希望呢 盤中收到這種口訊 因為表示呢 這一檔股票呢 你找在一個多月之前呢 你就買好買滿 然後呢 兩天兩根漲停板 你覺得說 哇 漲停板創歷史新高 老是漲太多了 但 今天第二根漲停板的話呢 你會說什麼 哇老三那早知道 我應該什麼 我應該在上個禮拜五花呢 有多少全部all in 你看到結果發生了 你會認同我的專業 但是呢 等你很感慨 沒有跟著我同步買進的時候呢 你曉不曉得呢 你每多等一天啊 你可能錯過一到 兩根漲停板獲利的機會 我今天需要再去追嗎 好 你看 9月9號的話呢 是不是一個多月之前買進 是買在起上點 股價呢 連遇三天的飆漲啊 好 當他盤整呢 超過兩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把資金啊 轉操作其他的股票 你也不要問了 老師你是不是逢高有先獲利賣出 反正呢 當他再次轉強買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什麼 勇敢的買進 你看看 10月7號買進 他連跌什麼 你看連跌四天 跌跌不休 老師 這邊的話呢 拉回啊 就是買點啊 這邊的話呢 那趕快有多少全部重壓啊 喔 這邊的話呢 ALL IN啊 你這邊通通停損 你追在高點 你會認為說拉回第一天就可以買 結果呢 通通停損到什麼 第四天啊 往下跌的這個點 你為什麼不跟著我呢 盤通的直立 當刀子往下掉的時候呢 你為什麼要用手去接 你應該等到刀子啊 放掉到什麼 掉到地面呢 你再把它撿起來 不是比較安全嗎 所以你會發覺李老師不會預設立場 我不會想要買最低價 我要買在安全的價位 我要買在買進之後 一路狂飄大堂的點 你要怎麼選擇 你要買這種跌跌不休的股票 然後呢 最後停損 還是說呢 要買在剛剛起帳 第一根什麼 公期發起線 老師 當然是後者 可是為什麼大部分投資朋友 你們都什麼 起帳點 你就不曉得買 哦 那個第一天拉回的話呢 你就急著要買 這邊拉回你急著要買 何苦來在 贏家的思維是完全不同嘛 我們不需要買在最低價嘛對不對 你每天都想買最低 結果呢 越買越便宜 你為什麼不買在什麼 比較安全的點呢 雖然成本比較高 但是你看看 連續兩天往上漲對不對 那兩天這個 10月7號買進 10月8號加碼 隔天的話呢 震盪洗盤 你喔 如果是追在高頂的話呢 你又被洗掉了 然後呢 你看看 兩天兩根掌頂板 所以你終於知道原來 非凡贏家的操作的哲學 是要買在起帳點 不是買在最低點 也不是什麼 追在相對的高點對不對 我沒有說兩根掌頂板的飯權已經什麼 來到相對高點哦 因為呢 今天你去買進飯權的話呢 你還是賺得到錢嘛 只是說你的成本的話呢 比我的高頂層會員來得高嘛對不對 成本低什麼 就是最大的優勢啊 你看看 我就不要算9月9號這一天買進了 我們就算10月7號 10月8號這兩次的買進的話呢 我們獲利的話呢 43%是不是將近5成 我說 他是半導體先進製程的檢測大廠 我上個禮拜我就看到 我好像有別的老師開始講飯權 足足落後李老師那一個多月 當然 他如果他真的有帶會員買進他有賺到的話呢 李老師那也是獻上祝福之意 我也非常感謝別的老師的話呢 幫我的全國會員抬轎 因為沒有他們什麼 繼續的一個追高搶金的話呢 我們怎麼可能能夠越賺越多呢 你要去想呢 誰是第一個在起帳點買進 而且推薦給各位的分醫師啊 他才是什麼 真正專業中的專業 Pro的 Pro級的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呢 他是獨家發展出矽光子的檢測設備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如果矽光子真的要到明年後年發光發熱的話呢 只要生產一個產品的話呢 都要什麼 經過檢測設備 那請問各位 他的商機是不是非常驚人 好 他是屬於矽光子跟新AI概念個股 他不是只有矽光子 還有什麼 還有新AI的題材 好 這一檔籠則的話呢 我之前也帶會員有操作過 今天呢 再買進的話呢 強鎖漲停 又創收盤的歷史新高了喔 好 有空訊有真相對不對 今天11月14號 東貨龍澤科 強鎖漲停 又創新高的肆股呢 務必報老 他不是電子股喔 他是跟車用電子呢 有相關什麼 相關的一個這個題材 那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呢 能夠再度買進的話呢 又是強收掌鈴板 我們是買到之後呢 迎接他強收掌鈴板 不是去追掌鈴板喔 你是李老師的會員的話呢 你很清楚我們的操作 好 六項第一 誰與真鋒 我真的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對手喔 我真的很希望呢 這個我們同業的菲醫師的話呢 能夠什麼 跟李老師一樣 能夠呢 有這六項第一 那第一個呢 表示呢 他真的帶會員買到 第二個的話呢 那那個表示的話呢 這個波段的行情的話呢 都有掌握到喔 我講過呢 如果是短線超速喔 a piece of cake 那我說過 其實李老師的操作呢 我是迎合大部分投資朋友 你們的口味嘛 其實李老師呢 真正是比較喜歡大部分的操作 但是呢 因為有的投資朋友的話呢 或許啊 之前呢 8月5號 8月6號呢 絕佳進場實際你錯過了嘛 那你不想說 這個股票一爆的話呢 爆這個兩個禮拜 爆一個月啊 老師太慢了 我想要什麼 看到錢啊 馬上增加了這種feel喔 所以呢 為什麼李老師呢 是短線來搭配波段 短線的話呢 是3到5天 如果呢 之前行情呢 波動比較劇烈 有這個 不可預知的一個 這個利空因素的話呢 我們有時候呢 是隔日衝喔 所以你不要看我的節目呢 亂追亂搶一些股票 很有可能的話呢 我們今天買 明天什麼 馬上獲利賣出 大家的話呢 我能夠讓我的會呢 賺5成賺1倍喔 我不會5個percent 10個percent 就輕易的賣出嘛 對不對 好 今年我們總共有10檔標5達標 第10檔是誰 原相喔 好 我都有秀抗訊 而且寫負法律責任 這絕對是別的同工老師 辦不到的事情啦 不是不敢秀抗訊 就是不敢講說 如果任何造假 願负法律責任 我已經連續三個月呢 秀倍數獲利表 你看李老師的這個 公佈的成績單 就是李老師的全國會呢 什麼 獲利的績效表 對不對 倍數獲利 好 當天買進的職業獎目標就是什麼 原相 而且呢 我是事前預告 事後驗證 好 不要講太多 你講過去啊 一點用都沒有嘛 對不對 講過去的話呢 誰都什麼 誰都知道 哇 原來8月5號 8月6號呢 應該做多嘛 喔 原來什麼 7月11號 7-11 那大盤的話呢 出現什麼 歷史新高 應該賣股票 那個是因為已經發生了 已經發生的時候呢 你再去講說應該怎麼操作 那不叫做什麼 看著說故事嗎 那我的節目如果跟別的老師是一樣的 反正啦 漲看漲跌看跌 每次都講過去呢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接下來呢 老師到底 電子不是主流 還是非電子不是主流 你告訴我嘛 那能不能剛剛起帳的時候呢 你就領先市場推薦嘛 你不要說長到什麼天荒地老 長到什麼豬頭山了 你還在推薦 然後呢 後面還補一句說 明天不要追高 那你為什麼要推薦呢 你不覺得很矛盾的事情嗎 因為你說你不能追高 那你為什麼節目中要告訴投資朋友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不是在起帳 你告訴各位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燈不點不亮 話不說不明 有時候呢 我也不想擋人才錄 所以呢 你大概知道這個 某個老師他一個這個 解盤的一個邏輯性的話呢 你大概會知道他做節目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嘛 每天搬出掌停板的這個 這個表演秀 對各位會有幫助嗎 是你要買到賺到 你跟著這個老師 我今天呢 老師我知道你很準 那我今天加入你的行業 那你明天到底要給我什麼樣的未來呢 明天到底要選什麼樣的刻股呢 這才是重點 不是講過去的豐公元業對不對 我已經告訴各位呢 有一檔股票會複製什麼 原項的飆漲模式 因為呢 第四季 他有新的產品出來 而且呢 最近的法人的話呢 也是什麼積極的佈局 我也不方便講是哪一個法人 重點是呢 為什麼呢 法人願意在最近呢 積極的買進 而如果股價呢 才什麼 還在相對低檔的話呢 你不是應該買進這樣的股票呢 你才能夠賺好賺滿嗎 矽光子並不錯我不看好 你看他飯權也是細光子乾淨個股 但是呢 他已經什麼強弱有別了 好 我有沒有精確掌握高低檔的轉折 我相信呢 你是李老師的重視觀眾的話呢 你會非常清楚 因為李老師那把大盤 當成一檔個股做一個什麼解析啊 我是不是呢 解說得非常到位 趕快加李老師來 來 李恩贈58899 右上角的記事本 李老師呢都會什麼 隨時做一個update 好 大盤呢 我直接告訴各位結論 你看看 9月4號李老師他在大盤崩跌啊 跳空崩跌的當下的話呢 我帶回會員永遠做多 10月4號難道 他在這個探體的話呢 我帶會員做多 不能夠賺到什麼 波段利潤嗎 老師 你跟別老師一樣啊 講過去啊 重點是接下來的話呢 峰迴人影做多 我並不是告訴各位呢 大盤明天是什麼 就要開始拉回 而是說呢 價量已經二度背離嘛 你再去追高的話呢 會有風險啊 我已經告訴各位的話呢 大盤隨時會什麼 創新高 因為 領頭陽台積電的話呢 已經什麼 理先創新高 但是指數的創新高的話呢 有的個股是你的賣點 不是你的買點哦 聽清楚哦 有的股票的話呢 是什麼 你要懂得高出哦 而有的股票的話呢 最近你或許看不起它 但是卻是什麼 會持續的狂妙大漲 所以哦 如果政權選股才是王道 這一檔政績啊 今天全都沒有人會講政績啊 這也是李老師之前操作了什麼 代表說我們高檔全數初心 那我高等你會有人覺得 老師你為什麼不買回啊 哇原來啊 政績啊公布的是什麼 9月營收呢 持續的創新高 股價今天竟然什麼 跌停說實又創新低 今天全市場沒有一個老師會講政績啊 除了李老師啊 但是呢我不是推薦哦 哦漲上去哦 尤其是這一天啊 9月24啊 全市場每個人都擁抱政績 你隔天再去追 你是不是追在相對高點 你看政績的話呢 他的財報相當不錯哦 並不是說9月營收就衰退 你看9月營收的話呢 2.17億哦 又改寫歷史新高了哦 然後呢 上半年的財報的話呢 也是不錯哦 你看看 第二季的話呢 EPS0.9億元不錯哦 那為什麼股價跌停吧 再來這一檔新復興 我不曉得啊 又是什麼 不小心講到呢 很多最高的老師的tone 哦這邊的話呢 那帶你什麼 衝衝衝哦 連續往下跌哦 你看看在 上個禮拜五是跌停版哦 上個禮拜五跌停版 誰會講新復興 不會的哦 老師那原相呢 原相到底呢 李老師你有沒有做什麼樣的 你是不是有逢高座獲利賣出 這個保留給我全國會員哦 反正的話呢 今天也沒有會講原相對不對 漲上去每個都講啦 底下去的話呢 通通都不見 好 成名店呢 我們今天早盤買進呢 就大漲8個percent 他是做什麼 AI伺服器的一個公司啊 說 AI伺服器的機殼 為什麼我們早盤買進 這高人間會員呢 買進的話呢 大漲8個percent 你看 成名店如果是漲到創新高這個點的話呢 我不會讓我的會員去追哦 但是你看股價回漲修正對不對 老師你為什麼不是買在10月9號 因為李老師呢 對於持股有嚴格的控制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呢 把一張股票那獲利出新 再轉買進什麼 成名店啊 就是這樣一檔接一檔 獲利是不是無法擋 等到創新高你就知道了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高等人會員的話呢 早盤買進呢 做這個AI伺服器機殼的成名店啊 就大漲8個percent 好 飯權你看看 我是不是一個多月之前就領先全市場 告訴各位 10月7號 10月8號呢 連買兩次 你不是我高等人會員 你怎麼會小的呢 可以連買兩次 老師你為什麼呢 連續兩天買進 哦原來今天會搶索第二次漲利 天天創歷史新高 天天樂翻天啊 原來呢 李老師你這兩天買進呢 能夠讓我獲利呢 又將近五成 就是那麼簡單 你看到結果發生了 你看到李老師這個飯權飆翻天 你有沒有買到又賺到呢 老師那有沒有飯權第二了什麼 主流標股 當然有哦 我們先什麼 我們先幫各位鎖定是原項第二了什麼 主流標股嘛 你錯過了原項呢 我們什麼 賺一個大不斷的獲利的話呢 你不要錯過原項第二 好 被動等待呢 只會錯失良機哦 你看李老師節目呢 你幫我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李老師那非常非常開心 但是你看我的節目哦 你卻沒有掌握到獲利的什麼 獲利的契機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老師 我都知道呢 你節目中 不是好的股票呢 你不會推薦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好像啊 要等拉回再買 但是你的股票就是什麼 天天漲漲不停啊 我找不到切入點 對哦 為什麼你找不到切入點 因為你沒有在剛剛起帳的時候 有李老師的盤裝帶領啊 所以呢 你追也不是 不追也不是 直到哪天創新高 你就跳進去 結果呢 你看是不是很多原項呢 套在280塊以上 我已經告訴我親愛會 我第一天買進 就告訴我最高的兩個等級會員 追問會員跟什麼親愛會員呢 目標價280以上 全市場一直找不到第二個分析 能夠比照辦理 那為什麼能做到 你認為是靠運氣嗎 所以呢 如果說一個老師呢 能夠預測未來的股價 目標價的話呢 你不跟著他操作 你要跟誰呢 老師我自己的話呢 我看你節目操作的話呢 我也賺得到錢 對啊 但是你賺不到什麼 你賺不到大錢了 投資朋友你要去想哦 你看我的節目 或許你能夠什麼 你能夠呢 掌握到什麼 標股 但是呢 第一個 第二次的買點你要怎麼掌握 第二個 什麼時候要賣呢 你每天都反腦是還有問題 你不覺得你的人生太痛苦了 然後賣出你希望什麼 希望他跌 買進的話呢希望漲 當然股票市場的話呢 不是說哦 我們的任何操作的話呢 都是什麼百分之百的一個證據嘛 對不對 就像李老師的話呢 有時候我也有看錯 你看錯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停損呢 對不對 你看一下 真的不見各位 真的很多的這個分醫師啊 套在相當的這個證 這個證據套在相當的高檔 都不處理耶 你曉不曉得 如果追在245塊的證據 你到今天賠了將近三成 你100萬資金賠了將近30萬 別的都不用講 這證據 那新附近也是一樣啊 漲上去每個都有哦 然後呢 定投控 你今天受不了停損了 他又拉上去 你還要自己來嗎 你到底要跟什麼樣的分醫師呢 好 原項第二的什麼主流標過後呢 又將震撼全市場 李老師領先掌握第一手的資訊 我真的希望各位呢 如果你希望李老師啊 公佈趴稅的什麼 優異的成績單 裡面有你的股票的話呢 請你趕快下決定 因為他又將震撼全市場 我們的波動獲利目標呢 七成以上 真的希望各位呢 把握當下 請你趕快 波動標誌線 0800-55808 追蹤大家 成本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